再一次好了 再用一车 好 谢谢 原浅来下可疑车辆要对驾驶进行酒测 确保深夜行车安全 酒驾新法去年3月上路加重处分 更新增了这一项 酒驾雷贩名单照片不马赛克姓名也不遮蔽 其中在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10号公告的名单 就多达34名 台北市罚还最高的包含于炳城临时男师顺文 第二次酒驾剧策各处罚还36万元 其中于炳城临时男罚还于其还没去脚 移送法务部新政执行署强制执行 另外次数最多的就是他许家坎 雷贩第三次同样罚还未脚 移送强制执行 驾照也已经注销在案 依程度不同而掉扣或掉销的处罚 如果在驾驶其他车辆上路又遭查获酒驾的话 当下驾驶的车辆也会再继续被掉扣 而新北市裁决处则公告了46人 雷贩两次以上的就有42人 驱测雷贩的则有4人 移送强制执行金额总计高达151万5000元 其中最夸张的就是他梁明峰 有着四次雷贩记录被禁止考领驾照 累计16年 移送强制执行金额更累计152万元 让民众有警醒 那也是在呼吁驾驶人就不要驾车上路 拒绝酒策也是会有扣车的处罚 所以请大家不要心存侥幸 现行法规只要有酒驾违规行为 就要调扣违规车辆排照两年 如果知人重伤或死亡 则得已规定没入车辆 另外同车者年满18岁以上 也要连坐罚 最高处15000元罚还 酒后贪图一时方便 照样骑车开车 只会害人害己 进行我们曹林辰电电采访报道